纽西兰毛利文化艺术团一行22位学生 由罗托鲁瓦湖区议员率团 日前参访普利普台高中 并进行篮球友谊赛 县长许淑花县院五国昌书 郁城、黄世芳、蔡宗志以及陈宜君 都到场为双方选手加油打气 同时感谢立委有号前线出城迟迟的交流 让篮头的学子有机会与国际接轨 也将篮头的人文风景与自然美景推广到世界 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游化预演这边 让两队来自我们纽西兰的毛利文化艺术团 总共有20几位 那大家呢不论是在文化的交流也好 那透过他们的战舞的表现 那我们也用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原住民的舞蹈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铲鼓 还有包括我们的四族的国乐团 那大家一起在文化的熏陶之下 还有包括呢在这种体育的交流 不论是哪一队胜出呢 我想我们的学生表现出的 就是只要是选手呢 都给他们最大的鼓励 这个这样的一个心境 跟这样的一个这个能量呢 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台湾未来的生命力 跟竞争力 先院陈军表示 这次纽西兰毛利文化艺术团 来到葡台高中参访 除了展现两国不一样的文化特色 也进行篮球运动的交流 更看见两国的孩子在这场交流活动中 都非常的开心 因此有机会国际交流 对于孩子们拓展国际视野 帮助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接待来自纽西兰的这个毛利文化艺术团 来到我们的葡台高中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呢 不但能够让孩子们 知道这个纽西兰的这个毛利族文化的这个特色 那还有也可以让这些从外国来的朋友 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 很热情的这个人情味 那我也看到这些来自纽西兰的朋友们 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受到很热烈的一个欢迎 那我想这个国际交流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副一长潘一泉也希望透过这次两国文化交流活动 能够对彼此国家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进而开拓孩子们的国际视野 养成他们的国际观 记者成为一普立镇采访报道